今天第一天可以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的 但是人的人都不要同意 都到这个店里来了 我感到蛮幸违 蛮高兴 前天来的时候问过一次 前来没开门 然后问他说今天开门 我从小在武汉长大 但是我在外地工作 明天就返工了 然后我想说趁着今天来买一点 说之前然后里面全部要消毒一遍 里面有一些食材 一些烂物全部都丢掉 然后要重新计划 重新做菜单 因为现在很多菜都不是应急菜了 要换菜单 然后还要平台外卖上 平台上面一些东西 要重新进行整理 所以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